三民主义、三民主义、三民主义、五权宪法 今天,中华民国前总统马英九参访武昌起义纪念馆 在孙中山曾发表演说的讲堂前 突然高举拳头,模仿孙中山口音喊着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 此时引爆台湾网友热议,网友大赞马英九很有种 可能很多网友不知道 马英九为什么会突然用孙中山口音喊出三民主义、五权宪法呢? 我们数名经理经过查找 终于找到最主要的原因了 马英九前面在参访中走入其中一个展览厅 正播放着孙中山为中国晚报主办的演讲录音 当时马英九神情名众,立正助力 竖起耳朵,聆听总理训事 工作人员不断示意,后面还有展品 不过马英九不为所动 展览厅的工作人员表示 自开馆以来,从未有贵宾在那停留这么久 我们来看看当时的完整画面 同时也和马英九一起听听孙中山先生的原始演讲声音 这是孙中山先生的讲话原因 没有拍摄的情况 uk 我们会发现 孙中山那个宪宪酒 大家 所以 他们 有什么 叫 一般大家还在这里, 来说一个做法, 那些没关系, 来说一遍, 那些都要, 跟我们一遍, 在我们走, 我们就这样, 我们是在这里, 在我们走, 在我们这里, 今天我们一遍, 在我们的公寓, 然後這個三民族裏都不夠平衡 五十九斤鱼 二十四斤 同時叫《正義法》來講此話題。 大家知道,《科務黨》在工作環表三、重慶接種, 《科務黨》來做《律師》, 主義者,《科務黨》, 雜誼,《科務黨》, 雜誼,《科務黨》, 幫你協和你,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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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